大股商品究竟能否在明年赴美,可能要再多等一天答案才会揭晓。 大联盟球员工会宣布与大联盟及日本职棒针对入闸制度的协商将延后到台湾时间明天早上8时才截止。 旧版入闸制度在美国时间10月31日过期,大联盟与日职日前已达成共识。 双方希望今年延续旧版入闸,让新版入闸延后一年实施,不过球员工会不同意。 球员工会原本预计协商今天会出炉,但今早宣布将截止期限延长24小时。 大股商品赋美看来势在必行,但一些人要等到决定采用何种入闸制才能定案。 根据大联盟官网报道,工会针对的不是旧版入闸制,而是希望新版能做出修改。 包括减轻入闸制度进入的球员对于国内自由球员市场的冲击,但因入闸金与签约金有关,要避免日职球队应对合约不满而不愿出让球员的状况。 依大股商品的例子,根据旧版入闸制度所属的日职火腿队在各队竞价下将可收到最高2000万美元的入闸金。 而新版入闸金则是签约金的15%至20%,目前国际球员签约金最多的游击定位有353.5万美元代表火腿最多只能拿到70.7万美元。 大股商品在高中毕业后一度想直接赴美,后来火腿仍执意在选秀会中以第一取名选中大股,并成功说服他留在日职5年下来。 大股商品带着在投手球上42胜15败防御率2,52令在打击敲出296安48轰打击率2×86的成绩挑战大联盟。 大股商品究竟能否在明年赴美,可能要再多等一天答案才会揭晓美联社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